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8号星期五 关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的通话 现在国际媒体有更多的报道 特别是乌克兰方面有更多的报道 就发现中共的报道 当然它一贯是做成有力的报道 有几个确实不仅是主要报道习近平讲什么 没有报道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讲什么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如果说报道到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讲了什么 只有两条 一个是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 再一个说是乌克兰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已经说了后面这一条根本不存在 乌克兰最多说过 如果在中共的催问下最多说过关于一中政策 目前没有什么改变 至于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国家主席 也是应中方的要求 但是这两条成了中共党媒党报报道 折伦斯基说话的主要内容 但是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和乌克兰方面的报道 来看 折伦斯基说出的内容远多于此 而那两条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在国际媒体 乌克兰媒体中都没有提到 那主要的是提到什么 提到的就是关于乌克兰的战争 关于科罗米亚的归宿 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 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通话中并没有做正面的回应 而且习近平都知道 习近平跟折伦斯基这次通话是在卢沙野食言风波 形成全球舆论风暴 舆论海啸之后 习近平被迫跟折伦斯基通话 并不是很情愿 所以这次通话中 习近平并没有澄清卢沙野说的话不对 比卢沙野说的话有两个最致命的问题 一个不承认科罗米亚属于乌克兰 再一个甚至不承认乌克兰和其他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 具有国际主权地位 那么由于这两条 习近平在折伦斯基通话中不仅没有澄清 而且是马虎其词 那么对照之下 就是说这次通话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通话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也就是乌克兰的立场是乌克兰的立场 中共的立场还是中共的立场 没有趋 没有实质性的移动 习近平想通过跟乌克兰总统这场通话 来灭火 熄火 救火 平息 卢沙爷 失言 失控 造成的国际风暴 看来并没有达到目的 我们先看看乌克兰总统究竟说了些什么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段落 他向习近平讲 他说 前线的形势很艰难 但我们站了起来 我们将继续解放我们的土地 我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 但我们必须恢复主权和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 即1991年国际公正的边界 包括克里米亚 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对此 习近平在跟泽伦斯基的对话中 只笼统的提到国家主权 互相尊重 但是并没有提到克里米亚 这就是卢沙爷放话的第一个话 习近平没有去做纠正和挽回 然后在卢沙爷说这个话的时候 本来乌克兰驻法国大使就说得很清楚了 乌克兰驻法国大使 他说地理知识有明显的问题 他说 否则这种说法就违背了中国官方的 根据国际法和两国宪章 目标原则努力恢复乌克兰和平的立场 他说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 苏维埃帝国已不复存在 历史在前进 就对乌克兰 对俄罗斯 对广大的 这个前苏联国家来说 苏维埃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历史都前进了三十多年了 但是中共驻法国大使 还在重复前苏联的神话 这个神话全是心里面 习近平心里面念念不忘的怀旧怀念 也是他心中的神话 另一种梦想 那么哲伦斯基还讲了什么 关于和平方案 他说 和平必须是公正和可持续的 基于国际法原则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 他说 不能以领土妥协为代价 换到和平 必须在1991年的边界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 据说这相当于是僵了中共一军 因为要谈和平的话 很简单 就是俄罗斯撤离乌克兰他所占领的领土 乌东四周和克里米亚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这么提 只是空洞的讲和平 讲中立 那怎么和平呢 似乎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就占据现在的领土 那么按照乌克兰的 你必须退出 怎么能实现和平 但是现在国际上有一个爆炸性的报道 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 习近平跟他长时间的密谈 密谈了之后 说双方达成一个共识 要干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就是由中共和法国共同去推动一个和平计划 据说法国在推动了 而且向欧洲各国已经在通报和打招呼 而中共也假装去推动 据说马克龙跟习近平双方商量的计划是什么 实际上就想让乌克兰放弃克里米亚 然后俄罗斯放弃占领了乌东四周来换取和平 那乌克兰不太可能同意 因为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首先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 是2014年占领的 乌东地区是陆续占领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相当于各让一步 但是对乌克兰还是一个牺牲 就是要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 所以乌克兰总统就说了 不会拿土地换和平 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91年的边界必须得到恢复 就包括克里米亚 说泽伦斯基跟习近平同话再三讲克里米亚 但是习近平对克里米亚这个词避而不谈 另外是中共乌克兰方面说 泽伦斯基强调了所有国家不要在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重要性 这应该适用于军事技术合作 包括武器供应 俄罗斯会把任何支持 即便是部分支持 转化为继续侵略 进一步拒绝和平 俄罗斯得到的支持越多 战争结束的越快 国际关系就会恢复 俄罗斯得到的支持越少 战争结束的越快 国际关系就会恢复平静 就说这乌克兰总统讲的是非常直白 因为乌克兰的军方前段时间陆续公布 在越来越多的武器中发现了中国部件 就是俄罗斯进攻的武器被缴获之后 乌军发现有中国元素 相当于 泽伦斯在敲打中共 敲打习近平 当面敲打 通话的时候敲打 就是说任何国家不应该给他提供武器 提供武器相当于支持他侵略 而提供武器越少 越接近于和平 越接近于平息战争 也就是说 习近平和中方不是提出和平参与和中立计划吗 那么你不要 我们不要求多了 乌克兰原来还要求中共去给他提供武器援助 现在乌克兰说 我不需要你的武器援助 你只要不给俄罗斯武器援助就行了 还有什么人道主义援助 乌克兰得到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很少 所以有前后1500万人民币 说之后只有200万美金 比一个中小国家援助乌克兰都不如 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是世界号称第二富的国家 那么日本援助是55亿美元 中共援助200多万美元 那相当于就是杯水车薪 对乌克兰不要说是援助 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嘲弄或者侮辱 但是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 这些什么军民两用 或者军用掩盖在民用中的物质 那简直是天降不可估量 在各处都有发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乌克兰总统不能说你给俄罗斯提供了武器 就是说各国都不应该 包括中国在内 实际上是将劳习近平一军 据说习近平并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 中共在新华社的声明中声称 习近平讲什么 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既不会隔岸关火 也不会拱火交友 更不趁机牟利 但是这个话现在被国际社会解读 心虚 所以乌克兰并没有说你是制造方 你是盟是方 但是中共却自己想撇清 说自己不是制造方 不是当事方 而也不想隔岸关火 不想拱火交友 但是习近平这番话 现在被人解读为相反 反而说出了习近平的心声 意思就是说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是当事方之一 又想隔岸关火 又想拱火交友 另外是趁机干牟利的事 的确趁机干牟利的事 拿俄罗斯当一张牌来打 换取了美国和欧洲对中共让步 或者是把乌克兰当成一个牺牲品 去成全俄罗斯的胃口 进来给中共进犯台湾 制造一个借口或者是犯例 所以这个时候被理解 习近平讲这一话是对号入座 乌克兰总统哲罗斯基还说 俄罗斯持续占领热波杂罗核电站 并利用核电站作为对我们城市和村庄 进行军事打击的掩护 这表明莫斯科不尊重世界所有人 生活在有保障的安全环境中的公平权益 免受任何核辐射威胁 呼吁中国为解决核电站周边安全问题发挥有效作用 这是哲伦斯基讲核电站 俄罗斯拿核电站作掩护 知道乌克兰不方便攻击核电站 因为核电站的攻击会发生泄漏 会祸害乌克兰本身 也会祸害俄罗斯 但俄罗斯就拿这个核电站作掩护来进攻乌克兰 他就劝习近平要去敦促俄罗斯解决核电站周边的安全问题 但是习近平不提核电站 习近平却去提核武器 不知他是没有听明白 还说顾左耳而言他 两人是鸡同鸭讲 结果习近平的回答是说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共同管控好危机 所以我这里说的就是 头一天我就说了 习近平说核危机没有赢家的时候 不仅在表面上劝俄罗斯 实际上在警告乌克兰 你不要把他惹毛了 你是一个无核国家 乌克兰 而俄罗斯是个核大国 你把他惹毛了 他用核武器 对你没什么好处 但对俄罗斯没好处 对你乌克兰也没好处 表面上在劝告俄罗斯不主张核打击 但另一方面在警告乌克兰 你万一面临核打击怎么办 你要考虑是不是实当的时候 就让步拿土地换和平等等 就是投降主义 也就是说双方基本上是各成各的 乌克兰有个声明说 哲伦斯基还说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前 中国是乌克兰的头号贸易伙伴 我们相信今天的对话有力推动这种合力 在各个方面的恢复 保持和发展 习近平这方面的回答说 中乌关系走过31年发展历程 达到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称中方使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 这是套话 因为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 中乌之间的贸易几乎停顿 特别是粮食禁出口这些问题 乌克兰跟俄罗斯一样是粮食出口大国 但是跟中国的贸易几乎停顿 也就是说 哲伦斯要习近平敦促俄罗斯 去解决这些贸易问题 恢复贸易 但是习近平也没有正面回答 只说中乌关系是战略 什么伙伴关系等等 什么双方共同推动 有时候中国的中方的立场套话一贯的明确的 总之来说 习近平跟哲伦斯基这番通话 现在看起来是各讲各话 鸡同鸭讲 各自表述 是两个版本 甚至现在国际上说三个版本 说习近平有自己的版本 哲伦斯基有自己的版本 而普京和俄罗斯的理解有另外一个版本 叫做《中乌俄三国各自解读》 所以最后根本没有达成任何的交集 尽管中共说派出什么代表团 但是牵头的那个人是前驻俄罗斯大使 也就是亲俄派李辉带头 也可以看出中共的用意 所以中共在这方面还是怕得罪普京 得罪俄罗斯 对乌克兰只是可以说假心假意的 就是通了这么个电话 是一种形式主义 所以现在看来 国际上对习近平和哲伦斯基这番通话没有什么好评 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对此有一个积极的好评 都觉得这个通话有一个特殊情况下的通话 被逼通话 这个被逼通话就是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爷 失言 失控 引发的舆论风暴和舆论海啸 习近平不仅没有在讲话中做任何的澄清 反而似乎承认了卢沙爷的讲话 只是想倒过来安抚一下 乌克兰就尽管我手下的头目这么讲了 但是我要给你通通电话安慰一番 表示一些笼统的说法 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明 比如说既没有说明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 这是中共以前承认的乌克兰的领土建交的时候的当时的情况 也没有去澄清说前苏联国家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些话都没有从习近平的口中说出来 所以要说他这番通话就算澄清了卢沙爷的言论 那根本谈不上 远谈不上 反过来都证明习近平很心虚 似乎印证了各界的判断 就是卢沙爷的说话 就是习近平的心声 习近平不直接去反驳卢沙爷 只是对乌克兰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安抚 另外一方面 卢沙爷的去处现在也不明朗 是让他继续当法国大使 还是平调 还是甚至升级 习近平对他心里面恐怕充满了一种感激 就是他敢于当黑脸 扮小丑 去国际上去傻野 去放风 去满地打滚 当驴打滚 虽然现在惹出了大火 慢烧全球 但是如果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 那习近平也没什么话可说 那就是试得不对 去试水 想去试一下 反应不妙 那就假装收回一下 总之习近平跟哲伦斯基这次通话 非常临时 非常应急 非常的出于灭火 救火的需要 没有任何的实质含义 在国际上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正面反应 接下来中国 乌克兰 俄罗斯的情况 恐怕是依然如故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至于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跟习近平商量了什么方案的话 那只能说是法国税进主义的表现 就在二战前夕 法国 英国当时都是税进主义当家 要跟德国寻求某种和平 就承认德国的一些要求 叫做莫尼黑协定 来牺牲其他国家 牺牲捷克斯洛伐克 牺牲奥地利 牲牲周边一些国家 以为满足德国的胃口 到此为止 结果没想到 德国的胃口 希特勒的胃口是要征服整个欧洲 还要打遍全世界 最后要跟日本平分世界 要称霸世界 所以等到觉醒的时候 那就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少数中立国家没有卷入 所以回头来说 马克龙如果有这样的计划 根据国际媒体报道 那就是十足的绥靖主义 是对二战 当时法国的投降主义 绥靖主义的一个重复而已 当时没有成功 反而导致亡国 现在如果是继续搞这一套 绥靖主义变成投降主义 最后不仅不会成功 搞不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亡国 对法国来说 所以这次卢塞里的言论发生在法国 有他特殊的背景 说到乌克兰 乌克兰前几天有一个无人机攻击 说差点一举端掉普京 端掉俄罗斯总统普京 差点斩首 说当时乌克兰的情报机构获得普京 要到莫斯科旁边一个工业园区去视察 得到这个情报之后 乌克兰起飞了一个无人机 是自杀式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的最大的飞行距离是800公里 说歇顿了18公斤的炸药 就准备在普京视察的地点 要去引爆 但是说毕竟是飞行的距离很远 遥控不容易 所以最后是到达了目标附近 但是未能成功 最后是爆炸了 坠毁了 但是未能炸中普京 虽然未能炸中 说莫斯科方面 俄罗斯方面对此密尔不宣 因为是很丢面子的事情 说俄罗斯号称军事大国 情报系统也很零 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都直抵莫斯科 差点把普京端掉 这个事情虽然说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对俄罗斯 对普京来说非常丢面子 说就暗下不报道 但是现在西方其他国家一些媒体报道了这个事情 根据西方各国的一些情报机构透露出的信息 显示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普京差点被乌克兰斩首 另外在美国方面 美国的军事高层判断 说现在乌克兰实际上处于有利位置 俄罗斯处于不利位置 远着乌克兰的一些装备 像大炮 坦克 远程大炮 正在陆续到达乌克兰 尽管比预想的速度要慢 乌克兰军队也在受到训练 但是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就是俄罗斯损兵折将 而装备也损失惨重 弹药 火药也不够 处于不利位置 乌克兰春季攻势还没有发动 但是春季攻势随时可以开展 认为乌克兰是处于进攻的有利位置 但是既把乌克兰处于有利的进攻位置 但是西方的援助还是落后于预期 所以俄罗斯还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是军事大国 所以如果双方要决战的话 还看不出胜负如何 但是相对说 如果乌克兰发动春季攻势的话 随时可以展开 所以最快的话 下个月也就是说是5月份就可以展开突袭 这是美国军事专家军事方面的判断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乌克兰更加要坚持收复自己领土的决心 包括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 而莫斯科 俄罗斯倒是反过来想给予谈判 说在习近平跟哲伦斯基通话之后 普京和俄罗斯开始的反应不佳 是有点生气的样子 假装说了一句 说了解到中方正在努力推动和平谈判 反过来用了长篇幅去指责乌克兰拒绝谈判 拒绝俄罗斯提出了一切谈判的这种可能生出的橄榄枝 只有一句话去肯定中方的努力 其他无数的话指责乌克兰 显示普京和俄罗斯很生气 但是到了第二天 说俄罗斯的态度有所缓和 普京的态度有所缓和 也大谈和平谈判的重要性 说最终还是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 来结束战争 似乎就对中方的角色寄予一定的希望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普京和俄罗斯还是底气不足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